废料比较多 绝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说这个药厂啊 它排放的这些污水 还有两个重要来源 第一个来自人 就咱们现在人整天感冒了 吃的抗生素特别多 但是抗生素不可能完全被人吸收 一步顺着尿液排出去了 那就进入自然界了 再有一个最重要一个 动植物养殖过程当中用的抗生素 尤其是动物养殖 把抗生素往饲料里添加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动物养殖呢 万一有一个动物患病了 成片都死亡 所以这个饲养主呢 受不起这损失 他就先把抗生素下到饲料里头 进行预防 现在有很多 你像养鸡养鸭的 那等至于像养鱼的养海参的 他经常投放这个呢 避免这个鱼和海参 感染上各种细菌 同时也用抗生素呢 把这个鱼池里边 跟鱼蒸饲料的其他生物给杀死 中央电视台记者和研究人员 吩咐各地调研发现 除了水体中 发现了抗生素的大量存在 在一些养殖场 及其周边水域的 抗生素含量也很高 在南京市利水区 京桥镇的一个养鸭场 养鸭人往饲料里添加抗生素 已经成为常态 记者一连走访了 十几家养鸭场 在他们的鸭棚里 发现了三四十种以上的抗生素 养鸭人告诉记者 鸭子现在吃的都是精饲料 一般四十五天就出栏 在这期间 除了打禽流感防疫针外 鸭子即使不生病 每隔六七天 也要投胃一次抗生素 来提高他们预防疾病的能力 然而喂药过多 无疑会在鸭肉和鸭蛋里 造成药物残留 像我家鸭子 我家育苗了 那你再办 我怎么说 与此同时 有些海参育苗企业 为了提高海参育苗成活率 防止生病 养殖户也会在深苗池里 添加抗菌素类药物 因为这个东西能保证存活率 保证这个饲养者 企业家能够有利润 再另外更严重的是 他用了抗生素 我们现在吃的鸡肉 鸭肉 鱼肉 包括海参里头 都含有抗生素 等于人还 没有因为得病吃抗生素 体内抗生素就超标了 现在已经发现了这种状况 就是不少人 根本都没吃过抗生素药物 可是一检测 体内抗生素超标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医院呢 药厂啊 排泄出的这些废水 还包括说 从动止物饲养地方 流出来的废水 所以我说 这个事情绝对不是一件小事 它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但这个事情呢 我们如果要接着展开调查 你会发现 问题的严重是 原来的